一大早 吴家庄的吴有才就扛着锄头出了门 忙活着地里的活气去了 他刚刚下地还没出几下 就见地北头的布顶上 突兀的旋起了一股旋风 呼啦啦的风声 像拉风箱一般嘶吼着急速的旋转着 平地卷起了漫漫黄土 树叶还有杂草一路呼啸着 向吴有才这边就席选了过来 吴有才心下大呼不好 躲避开始来不及了 他便毫不犹豫的扑倒在地上 就在他扑倒地的一瞬间 忽然旁边有一道快如闪电的白色影子 一下闪见了他的身下 用手一摸软软的毛茸茸的 还有一对长耳朵 原来是一只小兔子 嘿小家伙你居然害怕着旋风啊 拿我当避风港了 还没带他继续说下去 那风就呼啦啦的吹到了眼前 只吹得人眼睛都无法睁开 那一瞬间他真切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风刀双剑 那风裹挟着飞沙走时吹打在身上 就如利刃划过皮肤硬生生的疼风的力气大的惊人 仿佛下一秒就会把他从地上连根爬起抛向空中 他紧闭着眼睛使出吃奶的力气让自己紧贴着地面 心里却不停地咒骂着这该死邪魅的疯 也许是这疯被他咒骂的羞愧了 呼的就眼齐息鼓了 事业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 确实感到四周的寂静 吴有才一下子睁开了紧闭的双眼 我的亲娘啊 他大声惊叫出声 此刻他的眼睛正对上一双水汪汪红通通的大眼睛 原来是那小兔子不知何时从他身下爬了出来 正蹲在他的眼前一顺不顺的静静的看着他 嘿嘿嘿小家伙你是无家可归了吗 要不我带你去我家 正好我儿子前几天还说想要一只小兔子做玩伴呢 啊 吴有才一边俯着自己的胸口对着小肚子说 仿佛他能听懂他的话一般 随即 吴有才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 就把手伸向小兔子 谁知那小兔子轻盈的一蹦一跳 就离开了他一米多远的距离 下一刻他竟然后爪直立前爪抱拳 向吴有才做了两个衣 旋即就一蹦一跳的消失在庄稼地里 半天吴有才才回过神来自言自语的 嘿 这年头兔子都成精了呀 他刚想回神却发现就在自己面前的地上静静的躺着一顶崭新的斗笠 这大概是刚才那一阵旋风刮过来的 他在心里想着随手就捡了起来 正好早晨出门的时候忘记带斗笠了 这回子太阳已经老高的了 一会儿就该热起来了 真是正想着瞌睡就有人送个枕头过来 不错不错啊 到了该吃早饭的时候了 吴嫂跨着竹篮 淋着水湖向自家的地头走来 远远看看地里并没有看到自家男人的身影 吴嫂就蹲在地头 一边从竹篮里往外拿着饭菜 一边就喊 他爹吃饭了 他爹还是他爹 哎呀喊什么喊呐 大清早的你叫魂呐 吴有才一边向地头走 一边不耐烦的对自家婆娘说 吴嫂就寻着声音看去 并不见吴有才的人影 啊他爹啊 你在哪啊 我咋看不见你呢 哎呀你个蠢婆娘 我不就在这儿吗 吴有才边说 边拿了水壶咕咚咚咚喝起水来 吴嫂淡见那水壶停在半空不动 只听有人喝水的咕咚声 却不见半个人影 一时万分惊害 又见那碗筷自动 反财不停地在减少 一时间被吓了个半死 啊鬼啊鬼 说完连滚带爬的想着逃命 鬼什么鬼 我看你就是胆小鬼 这青天白日的连当家的也不认识了 真是该修理修理了 说着他随手摘下斗笠 一把抓住了自家的婆娘 啊他爹真是你啊 吴嫂看着自家男人紧抓住自己的手 还是有点恍惚 可不是我嘛 那还能是谁啊 你今天早上中了鞋了 你跑什么呀 他爹 为啥刚才我一直看不到你啊 只听见你说话 就是不见你人呢 哦 呃 不会吧 明明我一直在这里干活 我也看见你了 你咋就看不见我呢 吴有才 忍不住搔了搔头 忽然 他一眼瞅见了 刚刚被自己丢在一边的斗笠 一把拿过来带在头上 哎 媳妇你还看得见我吗 吴有才有些兴奋的问着 他爹 你在哪啊 我只听见你的声音 也看不到你的人呢 看着五嫂匪夷所思的样子 吴有才得意的摘下了斗笠 反复的摘了带 带了斋 如此几次以后 吴有才终于确认自己这是走了狗屎运 捡了个能隐身的宝贝啊 现下地也不除了 拉着一脸懵逼的五嫂就往家积走 媳妇儿媳妇儿发财了 我们捡到宝了 回家赶紧回家 看着那貌似普通的斗笠 吴有才心里兴奋劲就甭提了 小心思一下就活泛了起来 有了这个能够隐身的宝贝 哪还需要种什么地啊 那不就是想要什么就来什么了 一想到自己马上就可以过上比财主还要富足的生活 她的脸上都笑出了花来 她爹你都瞅着这斗笠傻笑了一个下午了 是不是磨正了 五嫂看她一副傻笑的模样忍不住有些担心 你这傻婆娘 刚刚我戴上斗笠你就看不到我了 你就没想到傻 傻只听见你说话 也看不到人就觉得身的慌 真是个头发长见识短的 算了不跟你说了 等我明天去镇上一趟 回来你就知道这宝贝的神奇了 不过咱家有这个斗笠的事不许说出去 就连你娘家人也不能说 听到没 见自家婆娘郑重的点头 她才放下心来 一夜的辗转难眠 一场荣华富贵就摆在眼前 她是心生无数的感叹 感谢天感谢地 感谢爹娘 感谢祖宗十八代 保佑我有才 命里有才 终是有啊 刚刚好 次日就是镇子上感激的日子 天蒙蒙亮 她就起了床 连饭也没吃 带上斗笠就出了门 出村的路上遇到几个早起的村民 但是每个人都对她视若罔闻 仿佛她就如空气一般透明 并不打招呼 便静止走过去 而她的心里却是翻涌起阵阵的狂喜 这斗笠果然是可以衍生的好宝贝 赶了几里路 等到她到镇子上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 此时她也已经有些饥渴疲累了 集市上早已经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人声鼎沸的热闹起来 她走到一个包子摊前 龙体里生腾着热气 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肉包子令她食欲大动 肚子不争气的咕噜噜叫起来 她摸了摸口袋 一文钱也没有 刚想兴兴的走开 忽然心下一下清明了起来 不对呀 自己带着隐身的斗笠 摊主是看不到自己的 这包子只管吃又何须买呀 想到此 吴有才小心翼翼的伸手从龙体里拿了一个包子 并不见摊主有任何反应 她知道这是没有看到她 于是她干脆在包子铺前的小桌子上就租了下来 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一个两个三个 直到吃的她有点反胃的感觉 她才拍着圆溜溜的肚皮 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包子摊 随着人流涌动 她一路饶有兴致的光着 从来没有如此惬意与悠闲过 忽然她脚下一阵钻心的疼痛 抬脚一看 原来是鞋底不知何时 竟然磨穿了 光脚板踩在了石子耳上 看来这鞋要换了 刚好旁边就是一家鞋店 她溜溜答答的进了门 她有点小心翼翼的四下张望着 但见她守在门口 满脸堆笑点头哈腰的伙计 并不理会她 她便静止来到了摆放鞋子的货架去 她拿起了一双鞋子 反复的在脚上比量着 还别说真挺合适的 见半天也没人来搭理她 她便干脆把鞋子往胸前一吹 装作若无欺事的向门口走去 心下暗自私存 若有人发现 只说自己忘记带钱回家取来还上便是 站在鞋垫外好她一会儿 并不见有人追出来 她便是越发笃定这宝贝的神器 越发有恃无恐起来 一趟赶急归来 吃的用的穿的 吴有才竟是带回了一大堆 那一刻她只恨自己没有多生出几只手来 从此以后 吴有才便不再下地干活 专门去镇上做一些借来取往之事 村民们眼瞅着吴家的日子 莫名就洪祸起来 下地的活迹也开始雇人 吃穿用度都是越来越阔绰 直到是吴有才祖坟上冒了青烟 挖地挖出了金元宝来 吴家的小日子一天天富足起来 可是附近几个镇子上的治安却越来越不好 几乎镇上所有的店铺都被小偷光顾过 虽然官府也下了大力度去查案 布下了天罗帝王 可是那小偷却如隐形了一般 东西照样少 贼人的蛛丝马迹也寻不到 一时间镇子上的生意人都是人心惶惶 有人传言是妖媚作罪 百姓也是深信不疑 这桩案子只叫县泰老爷头疼不已 吴有才最近也是听了不少风言风语 一时心里也是惶惑 想着这么下去也是不妥 就怕查案哪天查到自己头上来 他左思右想还是决定举家搬迁 远离这是非之地 只是搬离此地需要花费大量的银钱 虽然他带着这斗笠 一应生活用品是没少搬回家 只是他还守住了做人的底线 偷人金钱的事倒是从来没有做过 颠来倒去也不能为 他还是下了决心 生平只做这一次没底线的事 姑且算是借钱吧 等日后安定下来日子平稳 自己一定赚钱将今日亏欠如数还上 等把所有的前路都想好了 便想着此事一早不一迟 决定次日就实施自己的计划 日上三竿 吴有才正在吃早饭 呼听的墙外一阵敲锣打鼓的乐曲声传来 似乎还伴着嘻嘻哈哈欢声笑语 感觉好不热闹 吴有才顺手抓起斗笠 戴在头顶上出门看热闹去了 他刚一出门不知怎的 呼的就吹过一阵狂风 猝然把他的斗笠吹落在地上 随即斗笠又被吹到半空 呼呼悠悠的就被吹向了远处 吴有才心里一阵懊恼刚刚没抓完斗笠 居然让他被风给吹跑了 他一路深一脚浅一脚的追随着斗笠 向着斗笠被吹走的方向狂奔着 等他气喘吁吁的一路追到了村口 风已经停歇了 就晃晃悠悠的挂在一颗骨槐的枝头 虽然有了刚刚失而复得的插曲 吴有才还是决定一切照旧 一路行色匆匆往镇上赶去 到了镇上 他便毫不犹豫的一头扎进了镇上唯一的灰击票号 他的运气还真不错 正巧有客人正欲往柜台里存银钱 白花花的银子正摊在柜台上 他便毫不客气的将银子一股脑袋 收进自己准备好的包袱里 随即转身就走 刚刚被他的举动惊呆了的众人一下回过神来 哎呦贼抢劫抓小偷 一时间众人一哄而上 三下两下就把吴有才打倒在地上 捆了个结结实实 你们你们能看见我吗 吴有才嘴角躺着血丝 十分狼狈却又万分不解的看着众人 笑话 你以为你会隐身术啊 你这么个大活人在眼前会看不到你除非我们眼睛都瞎了 众人吃笑着他深深怀疑这人脑子应该是进水了 早有人报了官 不大一会儿官差便到了 吴有才被带到了大老爷面前 金唐木一拍 他早被吓得三魂出窍了两魂 一股脑袋将他做的好事都给抖了出来 总归他还没有犯下大奸大恶之事 但是几年的牢狱之灾那是免不了的 夜里他正睡在冰冷冷的泥地上 恍惚间就看见了一只毛色雪白的小白兔立在他面前 对他竟然口吐人言 那一日承蒙恩公助我躲过了风灾 无以回报便将这能隐身的宝贝送予了恩公 没想到竟因此害了恩公 险些筑成大错 终究是一个贪字害人 恩公只管在此好好改造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你的家人会好好等你回来 吴有才正欲说起什么 默然的就从梦中悠悠转醒 只是眼前哪里还有什么小白兔呢 望着那逼字的小窗 透过来的七七惨惨的月光 吴有才不禁涕力横流 哎佛家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善恶终又报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啊